以部落生活风格体验为设计概念所推动的部落观光纵谷园游会 获得Good Design Award 2021地域提倡与活动类大奖 华东纵谷处以部落文化绝美必尽餐桌体验为主题推出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从2018年获得Shopping Design Taiwan Design Best 100中的在地文化推广贡献奖 2021以部落生活风格体验为设计概念所推动的部落观光纵谷园游会 在88位国际包括日本评审所组成的评审团当中 从5835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Good Design Award 2021年地域倡议与活动类的大奖 那原住民化的传统是我们的资产以及旅游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1.07年就开始推部落观光 包括我们的餐桌的部落旅行以及今年所推出的重谷园游会 重谷园游会餐桌上的部落旅行讲求深度部落主题聚焦 以部落饮食文化为影子 结合食材与食令故事与音乐歌谣等主题 让民众能够透过半天到一天的餐食 深度感受部落生活日常与文化传统的脉络 稻田脚印餐桌也是与重管处一起合力规划创造 并且延续至今 我们非常感谢重管处除了提供辅导资源 也大力的透过重谷园游会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这个品牌宣导得奖了 集结花东重谷包括阿美、布农、塞德克族、泰鲁阁 和北南以及阿里山邹族与台东排湾族等超过25个部落 与33个在地点家 包括在餐食体验、猎人体验、山谷舞台、手座公寓等多元面向中 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感受与认识部落文化 记者高双双 玉礼镇采访报道